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破浪前行 南中国海是中国南海的国际名称 它是中国最大的外海 渤海 黄海和东海的面积 加起来也不过是它的三分之一 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上 分布着众多的珊瑚陶礁 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辽阔的海面上 由于在南沙西沙的岛礁上 有我们的守卫官兵 因此自2009年10月开始的 和平方舟万里海江型火动 早就把这两个地方列入了形成 2009年11月中旬 我们军事纪事记者 跟随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也来到了这个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从湛江某军港起程 30多个小时中 我们已航行了600多海里 自次随船巡诊的医务人员 来自海军总医院 海军411 413医院 他们组成了海上医院 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和我们记者一样 都是第一次来到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听开传的官兵说 这里已经是南沙群岛的海域 医务人员似乎早已忘记了 一路航行的艰辛 渐渐地从船舱涌向了甲板 你坐我这怎么了 南沙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美 看到那里的就是胶盘也好 海水也好 觉得让人心旷神怡吧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有一种非常有一种 想上去看一下的冲动 和平方舟远赴南沙西沙巡诊 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现在直升机的机组人员 也开始进行飞行训练 这架喷涂着醒目的 红十字标志的直升机 是专用的医疗救护直升机 它为和平方舟海上救治 提供了一条空中的生命通道 今天可能有三级海跨 一共是落了三架次 整个飞行还是比较幸福 直升机组的训练结束了 和平方舟的航渍也开始逐渐减慢 不到五海里之外 就是我们将要抵达的第一个岛礁 主壁礁 虽然阳光次的人几乎睁不开眼 但大家还是努力地向远处跳望着 礁石是海里的岩石 或山河从遗海堆积成的岩状物 远远望去 那个周围泛起白色浪花的地方 就是个礁盘 在礁盘上面 用钢筋昏明土胶住的旁路 就是我国海军官兵 站岗直勤的地方 主壁礁是南沙群岛中叶群礁 西南风的一个珊瑚环礁 是一个不规则多角形环形珊瑚礁 掌潮时大部分淹没在水下 仅在退潮时才露出水面 中国于1988年 在主壁礁建立了第一代高角物 随后于90年代后期 扩建成第三代建筑物 上面写的是忠诚于党 任人 他们四个字 不如十年 不管是我们军一来 见他的官兵 但是这些字 还相信是蛮有点述的 面向胶盘的方向 和平方舟上的战士们 也拉起了红色的条幅 拉这个条幅上面写的条幅 让所谓国门保卫海疆的英雄 为什么自己 此时我们和义务人员想的一样 很快就要登上主壁礁了 带着兴奋的我们 想向和平方舟船长于大鹏 了解还有多长时间可以登礁 但于大鹏的回答 却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到了南达青岛的朱壁礁 朱壁礁在这里头 我们今天一定要认证 一会儿 主要的战士 有十个战士 准备上我们船 上我们船 我们现在在这里 在这里漂泊 礁盘它的水下0.6米 因为这个情况不明 原来由于主壁礁礁盘附近的海水比较浅 和平方舟医院船 是不能够直接靠上去的 所以岛礁上的战士将会通过换乘登陆舰的方式 登上和平方舟 不到十分钟 我们看到了一艘登陆舰渐渐驶来 海上无风三尺浪 在看似平静的海面上 登陆舰的摆动幅度依然很大 像这种换乘方式 恐怕也只有长期在海道生活的战士们才能适应 这也是考虑不能让医务人员换成登陆舰上主壁礁的原因 和平方舟上的医护人员列队迎接 这还是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到所谓南沙的战士 而主壁礁礁上战士也换上了平时难得穿一次的迎宾服 当时过来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么大的船 心里很高兴 都想过来到船上去 到上面来 港楼上围着一圈的 都拿着眼镜来了没来了没有 等我们看到的时候 一看到抖达了一个石头 和平方舟北北的 都来了来了来了 然后我们就马上换服装 我们开始穿的不是这个服装 我们搞训练的时候穿的是一套后领带装 这是我们每次迎接大型活动的时候 迎接首长穿的服装 登船后 手交的战士们并没有马上检查身体 而是拉着医生给他们介绍和平方舟的情况 和平方舟医院上的上下共分八层 主要医疗区域主要分布在 二甲板 一甲板 零一甲板 零二甲板 和零三甲板 和平方舟全长178米 宽24米 踏带医疗设施和医物人员的配备 相当于陆地上的一座三级甲岗医院 水面部分有五六层楼口 船内设有300张床位 八间手术室和2400多台医疗设施 虽然医务人员不愿打断这些手交官兵的性质 但被战士们诊疗更是他们的职责 在战士们上船有限的时间内 医生们争取给他们做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名正在与心理医生交流的战士 是主币交上的四级军事长魏茂江 能够和外来的人聊一聊 对守卫南沙的战士们来说 这样的机会都并不多 看到船上的心理医生 这名老兵问了问情况 我们也不忍打扰 直到他们的交流结束后 我们才开始与这名老兵交谈 他和我们聊起了这个礁 这片海和他的手礁事业 我在这里一待都是九年 在这九年时间里就是 我在礁价的时间已经待了 57个月了 这名叫魏茂江的老兵 在逐必交服役的时间整整九年 如果把在礁价的时间累计起来 足足有57个月 将近五年之久 我结婚还是比较晚的 我结婚三年 但是三年当中 我没为家里做过什么事 一直感觉到很配慰自己的爱情 唯一就是能给予他们的 都是从我们的工作当中 给他们买件衣服 给他们寄回去 把南沙衣服比较好一点的贝壳 剪成做成标本 给他们带回去 我们根本就不出事吃喝的 要是如果吃喝的话 我们都不来南沙 让我们对于感觉到 比较新闻的 就是加水衣服的战友 来送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感动 每次我们从南沙回去的时候 一些手掌 一些家属 还有一点战友 来接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感动 主臂胶不大 胶体面积仅有十几平方公里 而胶屏面积只有五平方公里 战士们每天 就是要在这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上 进行训练和学习 虽然我们没法上胶 去亲眼看一看 战士们的生活 也很难感受到 那里的寂寞和孤独 但听了这名老兵 制补的语言 我们早已把守着官兵 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硬刻在了脑海里 战士们就要离开和平方舟了 尽管他们到和平方舟上来的时间 总共不到两个小时 并且他们这十个人 也只是所有助手 主臂教官兵的代表 但和平方舟上的所有人 却对这些可爱可敬的战士们 练练不舍 他们的微笑让人看到了一种乐观和坚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照预见安排 和平方舟在南山群人 又来到了治瓜礁 和在主臂礁的经历霸致相同 医务人员都没能当礁 在离开主臂礁的第三天 和平方舟医院船 抵达了南沙群岛群诊的最后一站 永蜀礁 和之前的群诊方式不同 这次大多数医务人员都将上礁 我们的心情也和他们一样 迫切地盼望这个时刻的到来 永蜀礁是一座珊瑚环礁 距离中国大陆约740海里 距三亚茂军港560海里 礁堤面积为110平方公里 礁堤面积仅为4平方公里 同样因为礁盘附近海水比较浅 所以登永蜀礁之前 医务人员也必须进行换乘 但极为不巧的是 南沙的气候多变 就在和平方舟刚刚到达永蜀礁的时候 一股股冷空气也接踵而至 大风让人在甲板上行走都觉得艰难 海面上更是波涛汹涌 远处的小渔船仿佛仿佛随时会被吞没在大海之中 第二天上午9点按照预定的登交时间 医生们早已震荒待发 可换乘船只却一直无法靠近 驾驶舱内的气氛也格外严重 在不具备换乘条件的情况下 两艘船并靠在一起异常危险 船长于大鹏果断决定 将登交计划向后推迟 得知推迟24小时登交的消息后 遭遇在船舱内整装待发的医务人员们 不禁有些失望 大家站在船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永暑焦 但近在咫尺却没法登上 不知道这样糟糕的天气还会持续多久 第二天能改善一个风小的好天气吗 先进的海上运船远复南沙和西沙 东方背后会有什么险阻 守着岛礁的海军官兵 拥有这份艺艺的骨骑军官 军事技术介绍将近年展现 回船同行的火箭所分 请请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三集系列片 《和平方舟南海行》第一集 就在大家遥望换乘船只离开的时候 《和平方舟医院团》突然接收到了一个来自永暑焦上 需要救治一名危险患病的信息 而这次求助也让所有人对南沙善于突变的海况 有了更深的认识 本民营3号中汉 中汉之前都有感冒的症状 然后 这1号中2号左右吧 就开始有发酵啊 咳这个症状 在谈不多 那个体温具体差点微量 我们上去之后呢 就是测的体温是3-7-1 做完夜之后呢 别的情况是稍微好感 那体温上升到3-8-3 原来 需要救治的是一名渔民 他的症状是发烧 凶嫩 咳嗽 虽然永暑焦上的军医 曾给他看过病 但这名患者不顾体温持续升高 竟然出海作业 而此时 这片海域正遭遇冷空气突袭 如果患者病情继续发展 又不能及时返航 处境令人残忍 二十多个小时后 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 渔远船终于发现了那条渔船的通路 看着在万情波涛中飘荡的渔船 所有人的心情都一程减长 这样一个重症患者 在风浪中漂泊了二十多个小时 谁也不知道 他的病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是否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的生命 现在我们尽快的靠上来以后 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 积极救救病 马上就要靠近渔船了 海上医院院长林庆贤 立即部署相关科室的医务人员 做好准备 随着渔船越来越近 大家的心情也更为紧张 海上的涌浪再逐渐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 两船靠邦极为危险 为了能让自己的伙伴早点得到救治 船上的其他渔民想尽了办法 将大船靠近 虽然两船靠拢了 但是渔船的起伏极马五米 涌浪相当大 想把患者转移到医院船上来 非常困难 船长把我叫我去以后问我 说你们直升机用什么方法搞救护 我说用吊栏或是吊带 他说能救病人怎么办 我说能用吊栏 他说你看今天这个风浪这么大 其他换成不行 用我的启枪机 你的吊栏可不可以 我说没问题 船长于大鹏立即决定 用救护直升机的吊栏 把患者吊过来 陆志伟 海上救护直升机的救生员 2003年12月入 中市 此时此刻 大家都把目光 集中在了这个小伙子身上 而陆志伟也是信心十足 陆志伟下去的时候 你自己戴上那个安全套 因为像我们的用吊栏吧 落差大容易转着 就蹲着 一蹲吧 就像我们救生员之间 也是容易蹲伤 容易蹲伤 还有一点就是上面一个吊车 打那个大挂坠 它那个很沉 就容易砸着人 救生员陆志伟 很快被慢慢吊起 好多人员 按照他的手势 谨慎地做着每一个动作 要想把病人成功救治 首先要确保救生员员的安全 此时 两船起伏的落差 足有五米以上 渔船上的渔民 也在拼力拉住绳索 渐渐地 吊栏接近了渔船甲板 可吊栏刚一着落 突然歪了一下 幸好在被船上的移民 拉了一下之后 反应击米的救生员 从吊栏里跳了出来 避免了被甩出去的危险 终于 吊栏慢慢被吊起来 一点点的 到和平庞州医院船上 和平庞州上的医生们 很快就给这名患者 进行了检查 你现在得的这个病啊 是蛮重的 但是那不要紧 能治好 不要躲起啊 它就是 就是解核心胸梦 解核心胸梦 现在是满腔的 这个 这次胸腔 全部都是水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不是 把心肝脑压过来 整个呼吸都就很快 呼吸很快 自己在钻鱼材上 是治不行嘛 但是呢 我们这边呢 处理这种病 还是不要的 我们也处理 我们最后 刹断一下 可能 就 就从他抽个叶 这位患者是广西人 名叫苏光伯 从发烧到胸腔基业 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 如果渔船不能及时返航 飘荡在大海上 他的生命很可能无法挽回 但幸运的是 苏光伯在大风浪中 遇到了和平方舟 看到自己的伙伴 已经安全地 站到了和平方舟医院团上 其他渔民的心情 也放松了下来 他们驾给渔船 缓缓离去 苏光伯将留在 泽平方舟医院船上 继续接受制补 在众多医疗专家的精心治疗下 他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一场紧急救治行动 让远赴海江的医务人员 接受一次严峻考验 而此时 原定推迟24小时的登胶时间 就要过来 天气是否会逐步短口 这些医务工作者 又能否登上永暑胶呢 明天同一时间 敬请收看 和平方舟南海行第二集 先进的海上远船 远赴南沙和西沙 疯狂飞火 惠惠神仙 周围岛舟的海军官兵 运入着怎样的国道远环 军事纪使记者将向您展现 随船同行的索性讨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